在2023年的4月14号之后 这个加州的民用太阳能市场就正式进入了那3.0时代 也就是说从这天开始 你安装的太阳能系统的有效功率呢 就仅仅是之前的四分之一了 换句话说啊 如果你的家庭之前只需要一套3000瓦系统 就可以满足用链开销 那么现在呢就至少需要一套12000瓦系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做才能最大限度的省钱呢 今天啊我就来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那今天内容几乎全部都是干货啊 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听完啊 甚至要多听几遍 首先要先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大家准备要安装太阳能 你要通过两个申请 一个呢是设计方面的安装申请 另一个呢是和供电局联通时候的这个联通申请 这个安装申请的审批速度还可以啊 就是几个星期 但联通申请啊 目前非常非常慢 要好几个月 但是呢一会儿我会讲到啊 对于某一些情况来说 你可能不一定需要等好几个月啊 才能享受到太阳能发电的乐趣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 省钱第一步呢 就是您自己啊 去找第三方 按您的需求去完成设计 自己去相关的机构 申请安装和联通许可 然后呢自己去采购所有的设备和材料 自己去找到拥有class B级别的这个装修公司或者师傅来完成安装 那么当你自己操作之后啊 你就会发现 其实总成本是要远低于那些太阳能公司的报价的 如果你自己愿意尝试啊 其实完全可以花一些时间来DIY啊 那DIY的另一个巨大的好处呢 我们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会向大家介绍到 但这里要说明一下啊 就我们建议您尝试自己来完成这些步骤啊 尤其是那些这个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朋友 但是如果您自己无法亲力亲为的完成每一步的话 那么我们团队呢 可以帮助大家完成这个碳能系统的设计神情 代卖设备啊 以及安装的全套流程啊 说白了就是我们替你来完成这个DIY啊 但是因为我们只是代替你来完成这些步骤啊 我们自己并不是太阳能公司 所以您整体的成本啊 肯定可以确保低于市场上几乎所有的太阳能公司的报价 所以需要帮助朋友啊 你可以直接与我们联系 但是呢 要提醒大家的是啊 我们之前向大家做过这个同样的一个建议 但后来发现啊 有朋友自己选择了一些价格低廉 但并没有被加州批准的设备啊 所以他最终是没有办法拿这些设备去安装和通过审批的 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在前期做好充足的功课啊 以免购买的不合适产品 或者干脆啊 你就直接联系我们来完成整套的这个流程就好了 而且呢 因为我们经常会拿到这个批发价格啊 所以这个费用方面也不一定啊 需要担心说要比自己搞要贵很多啊 OK 那么省钱的第二步呢 就是要加装电池了啊 在NEM3.0时代的话 这个电池就已经成为一个B选项了啊 因为他可以把你白天发出来电啊 1比1的比例存下来供晚上使用 那如果没有电池储能的话 你白天发出来电呢 就只能以四分之一的价格卖给供电局了啊 尤其是有一些这个房子 他的屋顶并不大啊 也不能放置太多的这个太阳能面板 所以呢 电池就只能是唯一的选项了 但是这个电池价格目前还比较高啊 尤其是对于零售客户来说啊 一个十千瓦的电池 动辄就要上万美元了 同时你还需要交纳几千美元的安装费用啊 但这笔钱呢 你不得不花啊 否则就要花翻几倍的价格去升级它能系统的功率 如果说啊 大家在市场上找不到价格相对低廉 而且符合加州要求电池化 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啊 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 包括安装费用在内的一套十千瓦的电池系统呢 应该不会超过一万美元啊 另外呢 我要提醒大家是啊 您当然可以选择十千瓦以上啊 比如说二十千瓦 甚至三十千瓦的电池系统 如果你家里有个三十千瓦的电池的话啊 基本上可以让你做到全拖网啊 就完全和这个电网断开 但是呢 我会建议啊 您从您家庭的这个用电情况出发来选择 一般来说啊 一个四口之家的晚上用电呢 大概是十千瓦左右 这样一套十千瓦的电池是基本啊 将将够用吧 那你也不需要花费更多费用去添加更多设备啊 或者呢 至少啊 可以考虑今后有必要的时候啊 再做扩展 但如果说您的家庭人员众多啊 房子比较大 或者说您要考虑冬夏时 这个长时间使用空调情况 那么二十千瓦 甚至三十千瓦的这个电池系统 可能也是必要的啊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电池设备的这个硬件成本要翻倍啊 但当然了 这个安装费用不一定会成倍增加了 那么刚才我其实已经提到了啊 因为你只有和这个供电局的这个电网联通之后 才能卖电给供电局 但现在呢 这个联通审请的审批又特别慢 但是在相关部门没有批准和过来检查之前呢 你的这个太阳的系统还是不能连入电网的啊 所以呢 理论上来说 你即使安装了系统 也不能立刻享受这个用电自由快乐 不过呢 有一种情况就是例外的啊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全拖网的状态 比如说我家情况啊 是一个三十千瓦的电池系统啊 那么每天发电量最低的时候啊 也可以达到十几二十千瓦 最高呢 是六十多千瓦啊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完全做到和这个电网断开了 所以呢 我就干脆和电网断开掉啊 这样的话 我的系统不接入电网 只是给家里这个负载供电就好了啊 所以呢 我的这个系统安装完成了第一天开始啊 我就没有付过电费了啊 所以呢 这就是给那些这个决定要使用大容量电池的朋友们一个提醒 OK 那么省钱的第三步呢 就是在这个太阳能面板的铺设过程中啊 尽可能放置在面向西南的方位啊 因为我们是希望太阳能发的电尽可能少的以白菜价卖给供电局啊 尽可能多的啊 一比一的比例为我们自己所用 所以这就要求这个太阳能系统的发电高峰时间呢 和自己在家的时间尽可能多的重合啊 所以呢 那如果说您一般下午四五点就到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让更多的面板朝向西南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太阳可以直射到的一个方向啊 但如果说您一般六七点以后才回到家 或者呢 您经常是白天在家办公啊 那你就不用考虑这一条了啊 尤其你要考虑到这个太阳在快落山之前的这光墙啊 其实已经比较弱了啊 所以这条建议完全就要具体问题去具体分析了 对吧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省钱建议就是 大家最好可以一次性的将这个系统做到经济上可以承受的最大功率啊 说白了就是你只要能付得起啊 把这个系统做的功率越大越好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方面啊 就我们的用电量今后一定是越来越多的啊 尤其是在你实现这个用电自由以及这个电车普及之后啊 如果今后你再想扩容啊这个设计啊 申请啊 检查方面的费用要全部重交一遍 那这些费用加起来就要几千美元了 那你安装的时候呢 也要考虑到要同时兼顾现有的系统啊 以及你还要考虑这个逆变器功率肯定要升级啊 这就又要几千美元的硬件成本了 那人工方面的话 升级的时候呢 电工需要花很长时间啊 把每个老的连线搞清楚再断开 对吧 那还要再连接进入新的设备 那这些花费的时长和对应的人工费用加起来 又是几千美元出来了啊 所以最终你为了省钱而升级花这些钱呢 你不知道多少年才能赚回来啊 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一开始咱就一步到位啊 当然我并不是建议说 大家把这个屋顶都铺满太阳的面板啊 而是请大家把接下来五到十年 可能会增加的用电开销 你估计一下 然后呢 你再乘个一点五或者二左右啊 那这个系数对应的是 你没有办法估计到了未来的用电开销 然后呢 再按这个总电量来估计 你需要多大功力的系统啊 所以如果说你目前一个月要用500度电的话 那么我会建议你啊 至少应该安装一套 每个月可以产生接近1000度电的系统啊 另外还有一个用电的超级大户 你需要考虑在内啊 就是说啊 如果你家里现在还没有电车 那么啊 我估计你接下来的五到十年内啊 肯定会要买这个电车啊 那电车要用多少电呢 基本上你也可以按照这个1000万的电 也就一度电啊 跑三英里来计算 所以如果你目前一个月啊 你的这个油车要跑1500卖的话啊 那么就对应了500千万 也就500度的用电 但同样呢 我会建议啊 你再乘一个至少1.5的系数啊 定在750度左右啊 因为实际上有了这个电车和太阳能之后啊 你开车成本几乎是零了 对吧 所以你开车时长和对应的电耗一定会增加很多啊 你不能按你之前日常的这个用电频率来计算啊 其实我们在家里也是一样的啊 比如说啊 我家自从安装了太阳能之后 我家厨房和后院都已经长明灯了啊 而且我还更换了大功率的灯泡啊 比之前更亮了一点 虽然之前我家用电也没有特别考虑这个不同时段的电价啊 但现在用的就更肆无忌惮了 对吧 那说白了啊 整个生活感觉确实有非常大变化啊 当然我不能说是有一个质的飞跃啊 但至少从这个心态上绝对是不一样了啊 所以其实人这个东西啊 这个浪费才是我们的本性啊 我们华人啊 尤其是从小在中国长大华人啊 从小接受就是这个节约用电的教育 对吧 那么现在哎 我不节约也没有负罪感了 所以这个感觉啊 非常是非常的爽吧 对吧 那么说到这里啊 肯定有不少朋友会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比如说咱们每个月的用电啊 预计来说是1000度的话 那需要对应多大功率的系统呢 这里呢我给大家一个非常粗略的一个参考啊 像我家系统啊是12000瓦的 那这12000瓦的意思就是理论上在太阳直射在每块板的情况下 这套系统一小时最大可以产出12000瓦点 当然这是理论上的数值啊 因为实际中因为每块太阳能面板的安装角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基本上不可能出现太阳直射在每块板上情况啊 那我在我的软件中查到的这个我家系统的最高发电功率 曾经达到过11000瓦以上啊 那这个数字已经是非常高了啊 当时呢我也兴奋的发到了这个朋友圈上 那平常这个阳光明媚的时候啊 基本上就是8到10千瓦这样之间的一个范围 那这样的一个峰值功率啊 基本上是发生在早上10点到下午三四点之间啊 那像这样的日子里面 我家的系统一天发的电 其实很轻松就可以超过60度啊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你一个月可以发多少电啊 那么我在安装系统之后 第100天的时候啊 查看了一下我这套系统自开通以后的这个历史总发电量 一共大概是4000度左右啊 平均下来基本上就每天40度电 也就是说每个月差不多就是1200度电啊 这是一套12000瓦的系统 那么这个数字对于一套12000瓦系统来说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是偏低的啊 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客观的原因啊 就是过去这三个月时间啊 我居住着这个圣地亚哥 这里一直都是大雨或者是阴天的天气啊 那真正放晴啊 完全放晴的日子感觉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那这种天气对于圣地亚哥这样啊 往年365天 有300天都是万里无云城市来说是非常反常的啊 那么一旦下雨的话啊 我这套系统一天也就只能生产出十几二十度的电啊 所以这样平均下来的话 就是目前平均啊 每天40度电的结果 当然话说回来啊 这个每天四楼电啊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 肯定也用不了啊 像我家这样有两辆电车啊 每天都要接受孩子上下学和各种兴趣班的话啊 还是略有富裕的啊 那你想啊 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啊 我家两辆油车 一个月的汽油钱达到一千美元了啊 但现在呢啊 光靠自己家这个屋顶发的电就完全满足了日常的这个开车成本 这样省的钱真的是非常可观了 对吧 当然了 关于这个四十度电是不是太多的问题 大家还需要知道两个因素啊 就是一方面啊 刚才的这个数字呢 是来自于三到五月 这个日照时长还相对比较长 而且既不用开暖气 也不用开冷风的季节啊 所以肯定是有一些多余的电出来的 不然的话啊 你到了冬天 这个日照少了 对吧 而且经常要开热风 或者这个夏天啊 你肯定要开空调啊 这些都是用电大户 会消耗很多的电啊 所以这个春天和秋天的会剩很多电是非常正常的啊 否则的话你冬天和夏天就不能保证够用了啊 另一方面的话 你有这种富裕感啊 才能让我们放心用电嘛 你就不用担心说 哎 这个月会被用的太多了啊 这样的话我还得向供电局再多交钱啊 就这样我们生活起来啊 才这个无忧无虑嘛 对吧 OK 那么我们再回来刚才说的啊 我为什么要建议大家现在安装太阳能啊 就尽可能一步到位啊 这里有另一个原因 就是应对这个政策的变化啊 大的政策方面 有这个民主党在台上推出的目前的这个30%的退税补贴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共和党呢 是代表传统能源利益的 所以呢 他一直在试图推翻这个补贴啊 所以这么大幅度的这个补贴力度呢 我相信啊 如果共和党上台之后就会很快废除或者降低这个补贴啊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另一方面我之前也提到过啊 这个当地政府是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大家都不加汽油啊 最终导致这个油价上的各种税收大幅减少的 对吧 所以今后在加州安装太阳能一定会面临更多费用啊 另外的话 这个电费同样也会面临进一步涨价可能啊 这就非常郁闷了啊 就相当于说你安装太阳能的家庭少交的那部分税呢 需要让没有太阳能家庭来承担啊 所以咱们呢就尽早安装不要拖到最后啊 这个之后可能会后悔了 对吧 那还有一个省钱建议啊 就是绝对绝对不要从太阳能公司那里贷款啊 因为这样的话 这套系统在付清之前还不属于你啊 你要想做任何的升级改动 甚至拆除是需要非常繁琐的手续的 而且啊 肯定会有额外花销啊 尤其是当你要卖房的时候 你的这个买家呢并不一定会愿意帮你背负这个长期的负债 对吧 到那个时候你要么就只能是这个降低房价才好卖出去 或者呢你多花钱直接买断才可以啊 那这个问题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详细介绍过 我就不再重复了 那如果说你实在不能承担一次性的付清这个太阳能系统开销 那么我会建议啊 你从第三方银行去做贷款啊 这么小规模贷款其实很容易批准的啊 并不会很难 那与之相对应的是啊 你也一定不要采取那种租赁的方案啊 那种方式同样需要背负一个长期的合同 而且等待这个合同结束之后 最终这套系统还不是你的啊 这是最最糟糕的选择 所以大家绝对不要这样做啊 OK那么这期节目最后呢 我再说明一下为什么我非常不建议大家去找那种全套的太阳能公司 而是建议大家DIY 或者呢通过我们这样的服务帮您实现DIY 成本更低是一方面问题 而另一方面问题是灵活性和掌控性 我们呢遇到很多朋友向我们反映过几个问题啊 一是他的这个系统出问题了 他再找原来公司就找不到了啊 因为那个公司已经不存在了 二呢是有的朋友啊 他想升级系统 再联系原来公司都也同样找不到了 但这里最大的问题是 他们之前的所有的设计和安装的计划全在那些公司手上 他们自己并没有任何的备份 所以不管是要维修 还是想再升级和改造就非常非常的困难 那DIY的话啊 那你自己掌握所有的材料啊 今后如果需要任何操作 你找到任何一个专业人士就可以帮你完成 就会灵活很多啊 那还有一个在升级过程中的问题就是 即使那个他们公司还在 但你要升级的话 你还是需要通过他们来做啊 否则就破坏了原有的这个保修条款啊 但是你通过他们来做的话 这笔费用又是非常高额的啊 甚至还不如维持现状 对吧 那刚才我其实已经提到过了 那很多他能公司他都不一定啊 能活到保修终止的那一天啊 那我遇到最夸张的一个案例是 这个系统出现问题了 但是那家他能公司已经不在了 但每个月的贷款还是在按时扣钱啊 所以呢当这个他能公司的销售向你吹嘘保修的时候啊 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很可能是靠不住的啊 甚至有一些大公司的一些销售啊 他们也是被临时拉来做的啊 所以经常他们许诺也是空投支票啊 我遇到另一个客户就是原来被这个销售人员告知说 他的系统是可以扩展的啊 但后来啊他想再扩展升级系统呢 才知道没有办法扩展啊 或者说你还不如买一套新的系统更合算啊 所以继续来说这个保修问题 我再补充一句啊 那其实他能公司提供的所谓的保修呢 并不是一个可以完全依赖东西啊 那根据我们经验家用太能系统 因为他的这个结构相对比较简单 那即使出现问题停止工作啊 其实是比较容易判断的 一般有一定经验的师傅啊 经常就可以根据你手上的电路图去寻找到问题所在啊 那即使需要更换一些部件啊 加上部件加上人工的这个整体费用 其实也远远低于你支付的高额的保修啊 更何况啊 如果是设备本身的问题的话 人家设备厂商本身就提供了十年或者二十年的厂家保修了啊 所以很多情况下 您向太能公司购买的针对设备的高额保修 其实相当于在重复交费了啊 OK 那么以上的就是南部3.0时代 加州居民安装太阳能时候要注意的事项啊 如果男家朋友需要我们提供服务协助大家完成DIY的话啊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电话是858-848-1819 858-848-1819 拜拜